主料,剩米饭100克,鸡蛋2个,鸡胸肉1块,红腐乳2块,辅料,葱花5克,料酒1小勺,盐,鸡精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用餐人数1-2人,鸡胞肉切小丁,用料酒,淀粉和半块腐乳腌10分钟,腐乳要事先卸开,鸡蛋炒散,油热后,将鸡胸肉放入滑蛋边, 面条制变色,然后放入炒好的鸡蛋和米饭,放入米饭后不用翻炒,盖上锅盖闷一分钟,整块的米饭就很轻松打散了,放入另外半块腐乳和少许腐乳汁,最后加少许盐和鸡精调味,烹饪技巧,文心提示,1,卸开腐乳的意思是,将腐乳块用上色和筷子捣碎,对一点点腐乳汁,稀释成腐乳烤制, 二,二,炒饭最好要用过夜的剩米饭,口感才好,剩米饭下锅后,结成的大块不容易倒散,就是只要盖上锅盖分一分钟,大块的米饭自然就散开了,非常省事,三,不如里有盐分,再加入盐时,请根据自己口味控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